今天是完美廚 第一次教大家煮菜 我今天教大家煮一個懶角骨 懶角骨現在很多人很喜歡吃 但很多時候在酒樓吃都要炸 我今天教大家這個懶角骨 是用煎的方法 首先我會教大家去醃骨 主要的食材是腩排 其實可以用腩排或飛排 如果腩排就比較有照顧 而飛排就比較軟 今天我兩樣都有用 首先要調味 調味有什麼呢 先用1茶匙糖 1茶匙糖 1茶匙豉油 先用1茶匙生粉 一茶匙糖 接著我們需要一些水 只需2茶匙水 然後將油 大概需2茶匙油 為什麼我們要放油呢 因為放了油和粉 令它更滑 我們要拌勻 這個腩角骨是不需要放鹽的 因為腩角已經很足夠味 如果我們在家裡有時間 最好醃10分鐘 這樣就比較入味 現在醃好了 先放在一旁 現在要做一個腩角 這個腩角用來洗乾淨 然後切碎 有些人的腩角是不會切的 是比較圓粒 但為什麼會切呢 切比較入味 讓它更加香 在待會爆炸的時候 所以味道更加帶出來 很好 這個腩角有點鹹 我們要加一些糖 去蒸 拌一些糖 大概1茶匙的糖 然後隔水去蒸 大約10分鐘 拌勻 拌勻 我們不需要加水 我們加少許油 讓它蒸更加香 大約半小量的油 已經夠了 好了 我們待會會把腩角蒸 現在我們開始教大家 如何蒸藍醬 現在有些水 我們放進去蒸 我們大概蒸10分鐘 蒸到它淋身 就可以拿出來了 可以備用 好了 我們現在切了些蔥 我們有辣椒 我們有辣椒 我們有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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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如果你吃得辣 可以兩隻 如果不吃得辣 我們給一隻也夠了 好 好 我們這裏的腩角骨 蒸的時間 差不多有10分鐘 我們就拿它上來 先關火 好了 我蒸完腩角骨 給大家看看 是否比較軟 大家看看 會比較軟 我們在家 可以用明火去煮菜 或者用電磁爐 我今天用了電磁爐 為什麼我們用電磁爐 都可以做到 好像外面的酒樓的效果 我們今天不是用炸的方式 我們今天是用煎的方式 我們就放大約 一個湯匙的油 如果你們用二結鍋 可以少一點也可以 好了 我們就放進去 慢慢煎 首先我們大火 我們放進去 不要動它 讓它煎至金黃色 才開始反響 如果不停動它 它就不會變金黃色 煎水的效果 就不會太好 我們可以動一下動一下 我們慢慢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放進去 大火 然後我們用熱中火 慢慢用內心去煎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大火 很容易煎焦 如果我們慢慢煎 就會比較好 其實怎麼看到肉的氣味 通常肉 如果骨子離開了肉 就會熟 在煎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們要調味醬汁 直到煎完之後 我們會再調味醬汁 這是蜜糖汁 蜜糖有兩湯匙半 我們要加水 我們加大約一碗水 然後調味醬汁 因為這個菜是偏甜的 是甜甜的 是好吃的 很香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回鍋了 我們現在燒熱的鍋 這個大概是一湯匙的油 已經夠了 我先先把油熱去 好 我先把油熱去 先把油熱去 把油熱去 讓它很燒焦 放一些辣椒 放一些腩角肉 不用洗鍋 放了蜜糖水 放進去 煮溶 煮至大滾 還有蜜糖在底 拌勻 開大一點的火 要收蜜糖水 收到比較稠 再放骨 慢慢推一下 不要黏著 靠這個醬汁 回鍋 放骨 很好吃 稍後會很香 煮出來 千萬不要這樣倒進去 如果太多醬汁 就不能鎖到醬汁 現在要收醬汁 要收到稠的醬汁 慢慢去推 推到有泡位置 自己也會出泡 你們看到有很多醬汁 但還未過 如果太多水份 味道不能出現 我們要收到醬汁 比較稠 放骨 黏著 會比較香 現在水份少了很多 現在倒骨 放進去 趁現在煮黏著 然後 剛才爆了蒜頭 辣椒絲 和蘭果 馬上放進去回鍋 快手拌勻 你看 完全沒有醬汁 黏著骨 最後 放點蔥花 各位 今天的腩肉 完成了 這是很簡單的做 只要有心思 可以和外面吃 在外面吃的都是一樣的 希望各位喜歡 我知道 今天 會不會 有助於 香咧 記忍 歷了 茂 我 Never